来 老婆 下车 走 我们回家 到家了 大舅哥 还知道叫大舅哥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在多久 又找一个 这位是谁 这个是我监睛 这个是我大舅哥 但是我跟我监睛 已经北京关系了 那还来干嘛 你怎么还没死呢 还抱着小孩过来干嘛 你说的什么话 这是一个男人在说的话吗 他这个脚 如果不是为了救你 能被那个车给压到吗 再说了 当时他蹦到这个脚 也在我家 吃喝拉撒一年多了 到现在啊 我看他整天就是做不了事 所以 现在我们已经北京关系了 你就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你一去北京关系就得了 他该有的医押费呢 那个小孩的抚养费呢 你给过一分没有 那婚都已经离了 你就是欺负他啊 你说到这个离婚啊 欺负他没人的话 连哄太骗了 让他签了字 他现在一分都没撈潮啊 这个家还是我跟你起手 白家的 白手起家的 你现在就是翻脸不认人了 你想一想 你们当初 你家独四壁啊 连 你都没有得下锅了 他是跟着你啊 一步一步的 走到你们今天啊 有点积蓄了 日子好过了 你就一脚把它踢开了 那你们今天是什么意思 小孩的抚养费 还有他这个脚的治疗费 这些东西是什么 先把它拉回去 小问题就拿过来 等我到温日子办完了 到时候我自然而然的 会把钱送到你家 诶 我们还就丢这个档口 别的时候啊 你又赖 我们这些年没少找你要吗 你一次一次的推脱 要不就是不给 美女啊 这种人不要跟她了 对 老婆啊 你不能这样啊 做人不能这样 知道吗 你这样很绝情啊 老婆啊 再说了 我们今天刚结婚啊 要是把钱给到了以后啊 结婚了 我们还得去度蜜月啊 像你这种 还要去旅游啊 你这样叫我 怎么跟你去度蜜月啊 你要做会有责任啊 有担担啊 父亲啊 这个是你的孩子啊 还你这个年纪 也是因为你贼 搞得这样受伤啊 再说了 他现在成这样 他在那边 大舅哥啊 你就不会去借一下 你那些金盘好友吗 借一点钱 顶过去 就好了 十几万的手术费 我都给垫进去了 三天两头来找我家借米 我也扛不住啊 而且这本该是你的责任 你要担起来的 我只是一个大舅哥 我能顶多久啊 扛不住 饿死了就算了嘛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啊 这种肺炎 留在世纪上啊 也是 费那个粮食啊 我跟你讲 人在做 天在看 台头山之有神明啊 一个这么朝康之急啊 陪你度过了多少 艰苦的岁月 你现在讲出这种话来 而且他的脚 就是为你而废的 还有大人也在学校里面 那个学费也要交了 你现在都不交了 真的是当代的城市美啊 姐妹啊 这种没良心的 不要跟他了 不要跟了 不要跟了 对啊你 你要付这个责任了 来来来 这里一千块钱 先拿回去 应付一下就行了 你打他要干的呢 这怎么行啊 你快点负责啊 医药费 小孩的抚养费 总共加起来十万块钱 今天少一分 你这个婚都解不成 你先回去 我大婚日子办完 我一定会送他去 哥 你把我拖到这里吧 我今天我就躺在这里 他什么时候给结婚 快点去拿啊 拿结纳 不原的话我不跟你啦 不能拿啊 老弟 我们结完婚了 还得去整里面 好了我们继续赌结婚 不给他结婚 等一下 这种都是以后的事啊 现在问题木姐要解决这个啊 你这样没有当当成 原来我 叫我怎么安心跟你啊 快点啊 行吧行吧 我跟你们两个说 今天干在我老婆的面子上 我就先给你 没女啊 没女啊 你听我讲 我妹的 以前对她也是有多好啊 现在被抛弃了 少说废话还想不想要钱 赶紧拿 但是哥啊 她以后的每个月 都要给小孩子的抚养费 要那个什么啊 这个质量是不能少的 少一分的我不会放过她 你把手机录像录起来 她这种人是 阿远 我要拍起来 那你以后 每个月要给生活费 按时要给哦 那美女啊 嫁人一定要眨亮眼睛啊 你要回答 这种狼心狗费的东西啊 你嫁给她 我妹的今天啊 就是你的拳责之鉴啊 说不定你的下长啊 还不如我妹 你少巴巴起去 好了 走老婆 我还懒得罢你呢 没有 我们回家 两层即使也到了 不要跟她了 这个温柔 走 我现在终于干净你的眼睛 就这样啊 你怎么说话的像 像什么 这么绝情 你叫我怎么跟你 你现在 你剪辑的这样 就是我的检测之鉴 或许我以后比的更长 姐妹走 走 这个闻我不解了 你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 老婆啊 你不能这样啊 你好自为之 我们家里面 现在这么多金钱 我这个脸玩哪里哥啊 哎呀 looking at 我什么都好 优优独播 我就把